收看企业最爱大学 我是何峰 我是颖柔 我们今天在哪 今天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地方 对啊 感觉这个棚已经跟我们的摄影棚不太一样了 对啊 简直是比拟电视台的规格 听说这里不是电视台哦 对 居然是学校 对 是东南科技大学 没错 东南科技大学 现在大学怎么做得这么高级啊 真的 而且它这个媒体中心不只是只有这个摄影棚而已 它还有录音室也是专业等级的 待会会带大家一起谈谈 所以我们的设备这么完整就对了 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到一个虚拟棚的 第一次的这个 对 第一次到虚拟棚 而且就是这种业界等级的 对 就是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虚拟棚 没错 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创举 没错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要先来 我们到东南科大学 是要来介绍他们的3D虚拟人物互动 没错 当然在介绍这个重要的来宾之前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我们通关秘密 是 今天的通关秘密就是 产学合作创双营 大家看得到吗 好 产学合作创双营 小编帮你打上去这样子 是 大家就可以从通关秘密知道说 我们今天还会一边除了介绍 他这个虚拟摄影棚啊 副控啊 录音师等等之外 还会告诉你东南科大做了哪一些产学合作 还有哪一些产学合作的成果到底是哪 难怪是企业最爱的大学 没错 他们出来的学生呢 有几个真的是赫赫有名 对 而且业界最爱 没错 好的 所以呢 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 非常可爱的研发长 杨敬宇博士 他就在这 嗨 大家好 博士 你是 我是南科技大学的研发长杨敬宇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VTuber 杨博士你是狐狸吗 不会狐狸吧 我是狐狸 嘿嘿嘿嘿嘿 我可以打理吗 而且狐狸还会 我在远端看着我 可以跟你互动 这个是你的一个虚拟的代表人物的一个 icon 对 怎么这么可爱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化身成这个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棒 我们现在学校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科技的 我第一次看到 现在学校怎么已经这么进步了 我们以前都非常传统了 对 所以到东南科大就可以来体验一下 我们等一下也要解密说 到底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技术 来制造出这么可爱的一个3D虚拟的玩偶 对 所以我们要不要先来看一看这个研发长的本尊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瞧一瞧研发长的本尊 对 顺便来揭秘说这个这么可爱的3D虚拟玩偶怎么弄出来的 对 我们现在慢慢的 往前走咯 是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 慢慢的你就会看见我们的研发长要出现了 研发长出现了 是的 他就是本尊 我就是那就是狐狸 狼狐狸这样子 所以研发长这个狐狸的这个形象啊 其实可以按照大家喜欢的方式来做设计 其实都是学生画的 就是你也可以画成金鱼 哇 没有问题 我们每年会出现几十个这样子的人物 所以等于说学生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喜好 来设计一个自己的虚拟化身 我们有课程专门在教同学 太厉害了 这根本就是跟业界已经接轨了 而且到底是怎么样让你怎么动 然后那些狐狸也跟着你动的 这技术也是很让人好奇 因为有一些资讯的技术 然后提供给你 但是我们学校 是的 先来告诉大家 对 基本上就是东南科技大学是一个 蛮重视同学要就业的 所以怎么样缩短 从这个学习到就业之间的技术 对 那他其实就是除了培养专业能力之外 也有一些人文社会的结合 所以说在这一边我们是 以培育素德兼备产业 最爱人才为我们的目标 又有人文素养 又有职场素养 科技素养都有 对 然后我们的素养 就是人文素养 对 然后职场素养 然后科技素养 叫Hot 哦 Hot 哈哈哈 蓝狐狸很Hot 其实这还包含了这个 黄金十年的植牙规划 对不对 植牙的黄金十年规划 然后还有这个公民的桃塑 对 然后还有这个国际视野 我们在UISR计划也做得非常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学校其实蛮重视技能的 因为东南科大是一个50年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它的工科立校 所以说它有49个国际证照的考场 那这些考场呢 每个都在运作 那有很多校内校外的人都会来考 但是我们还是也提供学生 希望能够就业之前能够拿到一技之长 当然就是没有人照也要有证照嘛 对啊 所以你的履历就整个加分上去 对啊 你这样想看 在毕业之前就把自己先准备好了 如果你看到履历 这个人的履历呢 它有这个五张七张证照在手上 当然是优先录取它 就算它没有工作经验 也代表说它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了 而且会发现 他们现在学生在学校里面 学到的这一些技能了 其实以后到职场上面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使用了 对啊 但是除了这些证照之外 因为现在社会也在改变 对 那有非常多的社群媒体出现了 所以我们就有 好需要一些人才对不对 新的就业领域 新的人才 对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摄影棚 这摄影棚其实也成立了 有七年之久了 培养了非常多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拆广告 东南科大等于是非常早就有这个 跟业界接轨的观念之外 也知道说呢 现在时下流行的 就是要有这些虚拟棚 网路这些结合 然后他们 我们是鼓励同学 在校内就接案 对 就开始实习 开始学一些技能 对 然后能够在二年级 三年级就接案 那有些同学喜欢画画嘛 对 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画画的同学 因为要做绘本赚不了钱 所以说呢 我们就让他变成3D的 既然流行啊 对 然后就进入社群媒体了 然后就变成新的创业领域 又更好赚钱 对 他们就可以早一点去接案子 对 这是很重要 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对 同时也可以把荷包赚满 对 因为生活还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又不用像以前创业要准备很多资金 在网路上面创业去做这个设计的话呢 缩短你的资金 缩短时间 反而创造更大的一些利益在 没错 所以这个摄影棚以前是在拍广告 拍一些合成的 但现在就有VTuber进场了 然后呢 好像等会要去 要特别要专访VTuber 是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刚刚那个 挑我们的角色 挑我们的角色 其中有一个 也是我们同学画的 这位是男儿 是我们树莓系的第一位VTuber 最红啊他 最红 有很多新闻报导 对 那我们另外 好可爱 哇 这是您本人吗 不是 这好可爱 这都是学生画的 那我们 那学生就上课偷偷画你 我没有 他不会画我 我会画这种 那这个头发会飘 很漂亮的一个小女生 我们叫他这个 这个是什么 那个小一 那也是因为说一一一人力好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们就 他第一次出场 小一 小一出场了 等会可以请小一出来 好 小一跟他真的从旁边跑出来 也吓一跳 哇 小一好生动 那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制造 非常多这个新的VTuber 然后他们可以 推了很多艺人出来 推了很多艺人出来 对推艺人出来 然后各位如果需要大家 可以发他们通告 没有 对 那我们的同学 经纪人在这 其实他们的画作者都在这 哎呦 那是幕后的工程耶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 我们复控室 看他的 今天要带大家就是深入复控来看一下 以往在这个网路上面看到的一些VTuber 或者说一些虚拟的 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对不对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对 哇哦 那这一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人偶 对 那我们请主持人来直接体验 好 我来试试 好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特别 刚刚为什么这个老师会 在蓝湖里上面会动 你看哦 我转头 没有他跟着我一起 这萤幕上出现了点点 手也可以吗 手不行 手不行就是脸 眨眼在右边 他左边 连眨眼都可以 他用嘴 哇好可爱哦 所以研发长是透过上面这个视讯的镜头 来捕捉你的五官对不对 对 来人脸辨识 好特别哦 对 所以你要改变任何形象都可以 影柔要不要试试 好啊好我也想来试试 那我可以选别的角色吗 我现在先挂了这个 好 下一次我们再来换 已经辨识到了 你也是蓝湖里 转头 你可以靠近镜头一点 他会变大 头会变大 所以刚刚好蓝湖里变大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都会学我耶 而且我讲话的时候 他就会跟着我 他会跟着讲话 眼睛嘴巴然后转头都可以 歪头什么都可以这样子 太好玩了 他现在越来越细腻性了耶 而且他很灵敏 而且对 几乎是完全是同步的耶 就是没有什么lag的问题 对 哇这个太厉害了 真的很可爱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运用在现在的那个 业界里面的话 他可以做到哪一些的 像是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有同学在接案子 对 那接的案子的话就是 在帮那个台湾图书馆做教材 是 我们做了199集的教材 把一个本来可能有点枯燥的一些历史啦 什么的 变成一些人物 原来我们小朋友去看那个历史的教材 对 看不下去 对啊 结果你用了这个动画 那 遇大不能喔 一分钟他就可以看下去 对啊 要不然两分钟都看不下去 所以我一直想要看好几集耶 对 那这些都是我们同学自己画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稍微训练一下 我们就可以让同学能够制造 对 出这种小型的这种平面的VTuber 当然等我来看更高级的3D的VTuber 是 但是VTuber除了形象之外 这种IP 对 那另外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声音了 是 声优的部分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声优咯 对 对 研发掌我们来看一下喔 其实 对 像我们产学的部分啊 这个学校这个跟业界的一些合作啊 当然就会提供非常多的一些实习的机会 是 我们来看一下从105年到107年的统计呢 总共有1290个企业来签约 提供学生实习的机会 是啊 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而且这个逐年逐年的都会开始增加 然后可能 这个企业的部分也会开始有一些增 你看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葫荣大饭店啊 然后像是瓦城 泰桶啊 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公司啊 来我们这边 那个直播过的像一只轩啊 然后呢 像刚刚讲的葫荣啦 你会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这些产业的由来 然后呢怎么样可以 让他来跟我们做一些合作呢 对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非常在乎同学就业的能力 所以在大学时代 一定要跟这个业界有点连结 而且都挑很知名的一些企业 对 然后连结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 呃去去有个实习的制度 是 那我们实习制度啊 其实做得非常好 嗯 北区的这个实习的评鉴 教育不来评鉴 我们是唯一通过的学校 哦 对 其他的都是要带观察的 或是带这个需要改进的 那我们是唯一通过的学校 对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全校都必修实习 哦 这是必修课 不管什么 不管什么样的科系都要必修实习 对 有属期实习 有全学期的实习 有全学年 一定要实习才可以毕业 对 他们可以自己再加长实习 如果说厂商喜欢 你就可以再延长 留任 对 留任再去加长他的实习 而且可能这个 你实习之后 然后到了可能 比方说你毕业了 然后这个业界觉得你很棒的 你就会变成这个业界的一个正职的员工 对 我发现有很多的 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 都喜欢这些 因为你已经熟悉了这个环境了 对 然后呢可能在这个 整个人也熟悉 然后这个工作内容也熟悉了 然后留下来的话 对他们来讲 训练时间也减少了 对 实习也很喜欢这个方式 很喜欢 学生也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对学生来说实习非常重要 是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探察有个问题 叫做学庸落差的 我说你学出去之后 你发现说 原来职场真的是这样子 我还要花一两年时间 我又不喜欢 对不对 我还要去摸索 但是他帮你设成必修 对 你一定要在这四年之间 先去体验一下 你把这个实习的时间 适应职场的时间 先放在学校里面 对 学校帮你把这个时间消化掉了 对 你出去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上手了 直接接轨 好像我们以前都还要花个两年时间 然后又要摸索 摸索 才发现说不喜欢 或者是怎么样 又要换工作等等的 对 其实这个就等于说 学校事先就帮你铺好了职场的路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如果我们也碰到一些情况 怎么样 就是厂商太喜欢学生了 我们还要去拜托拜托 请他回来把学校念完 哈哈哈哈 拜托把学生还给我们 还我们好不好 等毕业了再给你好吗 扣留学生 去打工可以 但是这边是我们也有 过奖 有一些实习 然后实务经验 对 然后我们也刚刚有说证照 所以说也有培训同学 出去参加全国技能竞赛 那我们也有参加 有选手推派到国手 那今年是有两组同学 得到国手的资格 然后要去选国手的 那个正式的选手 我们去年有同学 到那个 到俄罗斯去参加 全世界的那个 锦标赛 那我想今年我们 应该也没有问题啦 我们要去争取全世界冠军 所以这是2020年 全国技能竞赛的 两面金牌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我们才刚办完这个事情 也是透过总统来颁奖这样子 好啊 在这个那么 欢乐以及这个 获得不断的奖项之下呢 我们要来进行抽奖 是来抽奖 抽完奖带大家去看 第一个阶段 我们要抽有一位名额 小编在狂奔中 因为他要回去电脑里面 来看抽奖系统 好了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幸运观众是谁呢 恭喜 谁 诶 没听到 好 恭喜你哦 你们自己可以看得到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的是 除了影像之外 我们也有声优的部分 对对 我们来看看声优的部分 这个学校呢 除了这个影像的设计之外呢 声音的部分也很重要 其实在声音的部分 你都请研发长带我们继续去探索啊 其实在广告方面 或是说戏剧方面 或者说像在日本啊 他们都最 特别最重视这个声优的部分 声优很重要 对而且这个声音啊 录音室的部分的话 有一个专业的器材 摄影师要小心 好 对 来哟 这里连录音室都非常专业的 来哟来哟 因为有影像还是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感情 两位同学好 两位同学是声优 两位是表演艺术系的同学 表演艺术系的同学 好 那来过我们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的示范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 这些设备 感觉就是那个录音室啊 就是比方说要写歌 我们要录歌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设备 那让我们讲一下就是 它可以做哪些的 比方说像是不是可以混音 或者是除了录制之外 可以有些操作 基本上它这边是 数位录音的一个 你可以把声音 人的声音 音乐进来 也可以在混音 学乐器啊 管乐器啊 也可以把我原本很难听的歌声 都很好听 对 修一下 修饰一下 那有很多 有很多像鬼师的乐手 也会来这边 就来借用设备啊 那我们这边有些学生像 放肆乐团的 那几位也有 也有在这边拍的影片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同学 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到底声哟 对 而且歌手来这边录制的话 学生如果来这边 就是你知道自己录完 然后发唱片可以是很多成本 对 都录音色多贵 对 这边设备都是给 放肆的使用 它是个肌肉特别人 这边是表演艺术系的同学 他们有专业的设备 带给我们做一些示范 哪位先来帮我们示范 我们两位是一起的 好 我们现在要讲一段 我们讲一段段子 好 那我们来面对镜头 要对着她还是面对镜头 对着她吗 对着她 对着她 好 喂 为什么今天会有两个人来看我们啊 一个那么帅 另外一个又那么美 诶 不过有比我们还要好看哦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帅 嗯 我也觉得我比较美耶 好啦 好啦 我们赶快进入正题吧 我们今天受邀到东北科技大学 树梅系 介绍啊 企业最喜欢的大学 嗯 不只有可爱创新的VTuber 然而 崭新的设备 还有优秀的师资哦 嗯 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多我们的朋友出现呢 诶 不管啊 是谁出现 我都是最帅的 嗯 我的师母 我的师母 而且还是企业最喜欢的那个 嗯 嗯 谢谢大家 哦 不许你要说一个那么帅 一个那么胖 没有来说 你不能说谁 哈哈哈哈 你从来看过话 或是考虑的学 其实这个声音 你的声音其实是有经过调整过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的话就像我们 比方说播新闻或是广播一样 对对对 会做一些声音上的调整 那很好奇说 大概要上多久的课 才可以有办法达到两位同学这样的水准 嗯 基本上 这两个都可以 是啊 基本上就是 你说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们要靠近一点 对对对对 我们要靠近一点 是 大概要做 对啊 这样吗 好 基本上呢 声音它就是你喉咙 又不一样 不同的地方发生 共鸣的位置 对 你共鸣的位置不同 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下面两位也很会唱歌 要不要来唱一下 唱个两句吧 对不对 赶快那个展现一下 我们妹妹比较会唱 妹妹来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两位 哈哈哈 等一下去李伍伴 随便唱到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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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我觉得声音好听的人唱歌都不会太差 对对对 真的吗 够名好听的位置 试试吧 那我要唱什么呢 拿首好曲 但有喜欢的歌吗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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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歌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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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corporس 诶 诶 我们的声音的话 训练的话 通常是从发声性开始 感觉会感冒 对 那你总要去夜唱 没有 发声开始 对 发声先使用你的喉咙 对 然后才渐渐开始使用阿字型 或者是呃 呜 呜 呜 诶 你呜 要不要教我們一下 对啊 教我们一下 herself 就大概會有不同動作 對啊,就是阿的話就是你用阿的時候 你會感覺你的傷惡在發生 你的神仙就會變這樣 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是一隻小小鳥 就是找不同的共鳴位置去用 基本上我們學習的話就是三個 就是阿、嗚跟ㄟ 阿嗚ㄟ 那嗚可以幫我們示範一句嗎? 嗚的話就是有點像砲虎這樣子的講話方式 原來砲虎是要用嗚的 你試試你試試 嗚的話 你現在體型跟砲虎比較像這樣 有點傷 就是可以用砲虎的講話方式 哎呀好可怕喔 所以經過聲音有了之後 你們就要開始變成自己的腳本對不對 你們就要開始做一些作品出來 那剛好有一個A嘛對不對? A A也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嗎? A的話就是有一點點活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都會有一個自己原本的聲音 然後跟阿、嗚 A 至少一個人就會有四種不同的聲音 對,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啊 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還會從低到高 甚至是從老到幼都會有 都會有 所以像你這麼年輕 你有辦法模仿老人的聲音嗎? 這剛烏虎就蠻老的對不對? 這個嗎? 我是不太清楚 哦 哦 原來如此 所以你們是 是不是常常我們看到 比方說卡通都可以一個人 配好多個聲音 在同一度裡面 就比較省錢 對 對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 像我們拉比小型小兒子 都是成年人 去配小孩 對 而且常常比方說 女配男 女配男小孩這樣子 都是這個狀況出現的 那你有辦法男生變女生嗎? 嗯 這個的話 我覺得我女生的聲音 沒有那麼好聽 嗯 是男生 那你有辦法變男生嗎? 咦 嗯 咳 可能不行 還好 我們還需要多練習 我們還需要多練習 我們在東南科技大學 還需要多練習 兩位現在是幾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所以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對啊 才大二已經有這樣的水準 他們已經有在接案子了 哦真的 哈哈 要不然他們一般去接案子的話 可以配哪一些 比方像廣告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廣告啊 電影或說像廣 這個電視劇啦 一些卡通都可以這樣子 對 卡通動畫應該都是可以嗎? 第二什麼案子 我叫廣告 我是走那種 建築 建築物的那種 就 新北第一排 海景敵線 就是你現在發發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 對喔 每天早上好多建案的廣告喔 假日也是 比較浑厚低沉的聲音 對 對對對 就是沉穩 就是房子要住起來感覺很安靜 舒服那種感覺 對 對 那妹妹呢 我應該是配旁邊聰明亮的鳥叫的聲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好奇兩個怎麼保護你們的喉嚨 因為其實也算是有一點在磨損 對 因為 我平常的話啦 就是 多喝水 比較重要 對 我覺得喝溫水比較多啦 那你不去夜唱嗎? 夜唱也不太敢 明天早上就完蛋了 對啊 剛剛介紹這麼多產學 兩位已經是業界實習過了嗎? 我個人是有一點點 可是我目前還沒有接受那麼多實習 主要的你們的實習就會在大集 大集 因為他們是表演藝術系 實習制度我們是有彈性的 他是連機時數 因為他們有非常多表演的場合 所以可以在二年級三年級 對對對 他們是連機時數下來的 他就 我們不同的戲有不同的實習規 但全部都必修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厲害 你看二年級 年紀輕輕就開始接啊 開始悄悟的飯碗 哈哈 快過來 可以的話就去上班 哈哈 很適合 他們聲音又好聽 反應又快 然後又會寫本 對 很適合 非常厲害 那除了聲優這部分很厲害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 對 剛剛看到外面有一些人型力排 可能我們來 請先幫我們一起 好啊 謝謝 謝謝 然後在闖關遊戲有沒有 對 一關一關的帶大家來看 那個密室好多 聽說這兩個也非常厲害 是 在看之前我們是不是有兩個手擺要給 是吧 好請要把站中間 來 來 好那這邊的話是我們有一個 對照普遞教育部的計劃 這個計劃叫做跨科系的實作場域計劃 那這個計劃裡面 其實我們也都一直在提供一些微型課程 跨系的在進行微型課程 然後呢讓同學能夠修以後 能夠去提早去就業 然後組合不同的科系的一些專業 譬如說這邊有影片的啦 配音的啦 動畫的啦 剪輯的啦 特效ARVR 木工 做道具 做道具 好3D列印的 京東的 那這些課程 我們就可以讓同學去選 所以這一排整個可以讓 作品完成展現的 這個學校裡面都有這些人才 我們就有不同的科系 都有提供這種專業設備 好可以看 那廠商就來跟你們合作就好啦 來啊來啊 真的有點誇張 這些都是每一個分工都很稀 而且每個都是專業人才 在外面每個都很貴 對每個都很貴 好厲害喔 教具製作啊教材製作的課程 對 真的是實地演練的 所以我們也實際去找業界的案子來接 接了以後讓同學的作業 就可以參與直接製作 讓同學能夠 挖木相看 學校雖然很遠 但是人才這麼多 沒有很遠啊 我們101才15分鐘 好厲害喔 那剛才我們可能是表演藝術系吧 對 那其實下面看到還有這個 數位媒體 數位媒體設計系 遊戲設計系 遊戲設計系 好像很重要很紅 還有創意產品 對 室內設計 是 我們也有室內設計系 所以其實 要做道具啊 學校的這些科技的設計 都跟這個業界非常貼合 就是大家非常需要 現在最紅最流行的 像這些遊戲設計的話 就是你知道很康的產業 是啊 而且他很多遊戲都是 淘汰速度非常快 然後你又要設計出來 這個遊戲如果紅了 就會一直下去 二代三代的遊戲 這個是 大概這幾年就是非常 很多需要大量人才 然後又收入就很好的 對 我們前幾天好像昨天吧 那我們才打到全國亞軍 我們有戰隊 這還要打架喔 打比賽啦 然後呢 他們有一群同學在做直播 就跟兩位一樣直播 他是電競直播主 電競直播主配個教練 就直接上直播台 後面還有對不對 沒有沒有是剛剛看過了 好的 然後呢這邊有兩個忍心力牌 他們是誰呢 聽說剛才我們講過非常紅 這個可能有人不認識某某歌手 但是不會有人不認識他 我認為我們講一下 他到底有多紅現在 我們現在其實很多同學 在一年級二年級 就已經在做一些插畫的結案 那這位同圍同學 他是在做一些電競 或是一些大陸和台灣的插畫 設計一個最紅的虛擬人物出現 那我們在真稿說虛擬人物 都我們會看真正的 把它變成3D的 那這次真稿的時候 他就脫穎而出 這同學票選出來 他是最好的 代表了我們東南科技大學 他現在粉絲很多啦 這根本是學校的代言人 對 數位媒體設計系的同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的同學 而且這個水準 完全就是我們在日本康那種座位 對 專業的而且很有巧思 他身上穿的就是他們的製品 像這個 這個全身 這我們校長最喜歡的 對 全身都是東南科技大學的Logo 我以為你要說什麼 像我一樣 校長有什麼好嗎 校長最喜歡這個 不是 然後腳上那個 全部都是東南科技大學的Logo 這學生應該賺不少錢 對不對 這不能透露 這個人家的 對 我們是鼓勵同學 在學校就接案子 當然 賺點不用錢也好 這個等級的應該已經是非常自首可樂 對 而且他們都是專業結案 那不是說去打工的那種 就勞力 不一樣 對 他們是有專業 老師也可以去幫忙 設備也可以幫忙 老師沒有賺錢 老師真的是學生而已 太厲害了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 因為很多人喜歡看漫畫看動漫 看電影之類的 如果你也想要就是 很多人想要學這些的 可是又沒有什麼管道的話 就是來念東南科大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就可以在這邊學到這些技能 然後呢 又幫你安排好一些機會 我們甚至還有一些推廣教育的 社會人士也會來 對 推廣教育我們 我們是TTQS做到銀牌 對 做到銀牌 然後我們 前幾天才剛剛入圍 國家人才培育獎 所以說他們來這邊 來做這個 看我們的簡報 所以小編如果那個 你有興趣也可以來這邊學 好 OK 我們就 所以謝謝研發長 我們現在就要進棚來看看 3D的 對 要直接實際來看看這些動作 欸老師好 老師這麼年輕 是剛畢業嗎 是 是 記得走看看 因為我們剛剛從副空有 表情上面的一些動作 對 然後到了錄影室 有聲音 然後有真的角色 接下來我們要 真的實際走進棚 喔 開始要動作了 喔 好 走 我們要回到剛剛的攝影棚 我們要回到剛剛的攝影棚裡面 所以呢 剛剛我們在這個棚裡面 所以學生在這邊的話呢 他們可以有 就剛剛裡面 可能有一些 在動作上有什麼要注意 是 我們可以請我們的同學 現在要路上來 好像他已經戴上了 好 這是我們表演系的同學 他身上已經穿戴了 你是身上穿戴了什麼 你是女機器人嗎 對對對 他就有 17個感應器 所以這些 我們看到這些遠遠的 都是感應的部分 都是感應的部分 他在主要的 我們身體上面的管理 而且啊 對 而且他都非常非常的細 他每一個上面都可以幫你洗好了 右手 然後左手就不會幹錯 對 所以這個越細緻越多的話 你家動作上面會越精細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支援我們 像是真的快舞 熱舞的這些舞蹈動作 他都能夠支援 因為像我們剛剛我們可能 轉頭我們要稍微不能夠抬快 這樣子 所以呢 因為他感應的東西更多了 他就可以開始跳熱舞的方式 就可以完全跟得上就對了 他的節奏可以是比較快 然後他完全是 完全臨時差的 可以呈現在我們在角色上面 我們是不是迫不及待來看一下 另外也要講一下 他穿完之後 用我們角色上面 這個等於說 他是他的皮膚的一部分 骨頭關節的一部分 在他開始動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建模 建模身上會有我們的服裝 也就是說我們有裙子 所以他也必須要適應一下 知道說這個建模之後 我的裙子的膨度是多少 位置啊 位置在哪裡 所以他不能往他身體裡面碰 否則他手就進到他的裙子裡面去了 喔 他就會穿模了 所以基本上 他在任何的動作上面 必須要照顧到這一些 跟普通我們沒有穿戴裝置的 跳舞的方式不太一樣 對 那這邊有學過聲音對不對 聲音也很好聽 是 那待會品學會帶著我們的好朋友們 我們一起 一起跳 那跟不上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主要看一下說 真的 你的舞風是什麼 我今天要可以跑 天啊 我們會嗎 是一個挑戰 主要我們在小一這個角色上面 希望他能夠帶給大家很多的活力 小一要出現囉 是是是 小一就是後面這一位 對對對這一位人 看到了 這位角色 基本上他要呈現的是 就像我們東南的學生 我們充滿了熱情 對於產業界 對於我們未來就業的未來前景 是非常充滿希望的 所以 基本上 這個角色會帶給大家很多的熱情 然後大家我們一起來玩 好 來 謝謝 所以你要先示範 我們再跟你一起 謝謝 是有音樂嗎 有 我要先校正嗎 有這裡 好 現在小一已經正在我們兩個中間 好 校正好高喔 有辦法我們開取校正 校正 好 同學是什麼科系啊 這是辦藝術系統 對 校正對不對 對 他要校正每一個關節在感應器 都可以感應得到 在我們的系統上面 往前 喔 喔 這技術感覺就是花了不少錢耶 嗯 這樣高解一個技術 現在校正的動作就是讓他先捕捉到 對 對 所有的關節都在那個感應的上面 嗯 喔 在你校正就OK了 對 你有沒有參加過舞蹈比賽 沒有 可以參加一下也可以 沒有 沒有概念 所以以後有一種比賽 專門就是用虛擬的方式進行 我覺得這個就更多人可以參加了 好 接著我們要放音樂 對 同學幫我們示範也不一樣 對 同學可以要開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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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難嗎 這不難 太難了 哎呀這就是他了 他要拍到 我還教你同學 好 喔 喔 哇 那一聲音樂 對 一聲音樂 在場上 對 對 對 就 cre了 able to get the one i mean 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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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it大的 i mean 琴声 i mean 琴声 We're the lave oh 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有沒有發現剛剛他在跳的時候 然後他的虛擬的分身跟他一起跳感覺很像是合舞的概念 而且幾乎是完全同步的動作非常新鮮 我印象中感覺好像有一些歌手的MV有這樣做過 就是有另外一個人在旁邊跟他一起 可是有稍微有一點不同的動作 然後兩個是有一些搭配的 像是本猴的初音未來 甚至就是像這樣的YouTuber的角色對不對 所以這個好像已經有很多都用在業界裡面了 對 所以這些動作真的很特別 然後他們這樣子熱舞 然後再加上那些穿戴的話 就可以讓整個表演上看起來就會更精彩 對 那我們是不是請老師來問一下 對 沒關係 想要問一下老師像剛剛同學那樣 他大概要進來東南科大之後 多久可以體驗到那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在大一開始就已經有我們所有的表演藝術的基礎課程 包括我們剛剛所看到的聲音動作然後節奏 甚至他們在舞蹈戲劇上面都有一些訓練 所以剛剛的同學這麼會跳也是學生來的 學生來的 所以除了要會用機器或用軟體設備之外 他們還要會人動作 這時候在學習的範圍裡面 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會告訴他說 將來我們表演戲出去的學生 不只是在我們的劇場 我們也可以在影視 當然在影視當然就跟我們的攝影棚 攝影社會跟劇組有很大的相關 所以在這些領域上面 我們都會讓他去接觸 那如果跟著我們四年的過程 然後基本上他就會成為一個 全方位跨領域的一個表演藝術的人才 等於說是進來一到大一到大四 這些東西通通都要會不會 都會 你自己身上的軟實力也要學起來 是 任何的領域都會有接觸 那我們在四年當中 剛剛也怕達人講到了 實習很重要 我們也希望在這四年當中 能夠真的有到劇組實習 劇團實習的任何的經驗 所以我們有很多學生 現在目前就在電影公司 對 現在很多都在電影公司 然後很多都在劇組裡面 那 基本上他就可以跟我們的產業 完全零接軌 應該說完全的零距離 可以接軌相機這樣 對 希望他們一夜之後 就真的是已經劇念好處的具備 就是現代可能在電影圈的人 然後你們去實習的時候 電影圈的人都會想說 天啊他們可能還不太會這些東西翻 是學生比較會這些東西 因為可能做電影的人 他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他們都會用一些比較常常的方式 在整個台北區 北部區域 跨領域藝術人才的一個第一個 往這個學教學目標去前進的一個科系 不是 不只在台灣 真的是在國際上的電影界都可以 其實這些實力 這些軟實力上面都可以得獎 而且很希望他們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沒有界限 完全自由發揮 你想要做什麼 我們就往前進去做 那所有學校的 包括這些軟硬體設備 我們是跨科系 跨學院來支援他們所有的表演 這個才是我們最主要的 一個小小的學校 我們可以團結起來 一起讓學生有更好的資源去使用 所以說學校有各種不同的科系的設計 然後每一個 比方說一出電影 可能有很多的學校的不同人才 各個部門都有 像剛剛這個遊戲設計的 他是設計的那個娃娃出來 動畫的這個玩偶出來 然後就由這個深幽的同學來幫忙內衣 動作的話就需要藝術表演系的 就有同學來幫忙 就可以完成整個流程 虛擬偶像就出現 通話場景我們有室內設計系 以及我們表演系 有舞台設計跟服裝設計等等 這些組別能夠一起來結合 那想問老師 實習的部分是大一到大四 你都可以選擇實習嗎 都可以選擇實習 我們不一定是在大四開始實習 因為大四開始就有點偏半了 那我們大一開始就鼓勵他們說 開始接觸外面所有的業界 那在學校呢 基本上我們會非常多的電影公司跟劇組 來到學校來做選角 可以選的這些事情 直接到學校來 這也是我們真的是 老師用了很多的資源 然後讓這些學生可以真的零距離 然後呢 真的不用到外面大排長龍去那邊海選 我們真的在學校就能夠有這些機會 就可以海選了 對我們就在海選 而且在這個跟以前的觀念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都覺得好像到大四的時候才進行實習 對 但現在都要打過這個觀念 大四真的太慢了 你從一個實習裡面就開始學習 一邊學習然後一邊實習 就會開始跟業界才可以真正接軌 這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會縮短你在業界這個職場上面碰撞的時間 這段時間在學校 學校就幫你把這些時間都已經處理好消化好了 到時候你一畢業到業界上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完整的人才 直接進到職場裡面去 那老師有像剛剛那樣子 幫忙 那邊說幫忙角色動作的 目前有這樣子專門的職位嗎 基本上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就像我們所謂的舞者演員 基本上都可以剩下自己的 他也是揮藏在舞者和演員裡面 表演者裡面 他也是一部分的表演 包括肢體動作的表演 甚至我們常常在電影裡面 會有一些動作指導 在這個裡面也就是這些人單人 所以基本上 他不是單單就是做我們這件事情 是會這件事 剛剛的同學呢 今天出來來教我們 怎麼樣跳這些舞蹈 對 然後我們還是討不定要跳的歌 今天就笑八拍 好,來來來 好 同學呢 你們的虛擬偶像 虛擬偶像來教我們 你是在這邊學習的 大概你練了多久才練會 剛剛我們跳的這一段 我那時候學一個月 一個月 很快喔 對 所以你算是有基礎了吧 我都是自學 自學 就是你被舞蹈的興趣 對 是,好 那請同學帶我們帶個 跳個 不要太困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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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個是這樣跳開的 跳開 前頭要跳起來的那種 轉了然後跳起來 手是這樣子 嗯 哦 腳去開 可以一接風寬就好 好 欸 好 然後這樣 然後呢 對 它有點像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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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側面的 一、三 然後就是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一個、兩個、三個 四個要怎麼做 四個在這上面 在上面 對,比較大力一點 四個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個 四個 一、二、三、四 好,聽說要放音樂喔 好 我等一下就是會掉音樂啦 Centro代表著我 Centro要唱歌 我再下一位 聽說要再前面一點 聽說要再前面一點 副歌那邊 哪裏 真的很不容易耶 不要放一個角色 放一個月的時間 好 我們還有伴舞的耶,後面 剛剛有這樣是對話 沒有 好 有 我們跟專業舞者的差別 真的 這個不是那個三分隊我們都可以學的會 對 所以以後同學你出去有沒有想要做哪些 對,謝謝大家 我要哭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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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 小肥哥說 我們學校有非常多產學合作的機會 對 也歡迎社會大眾 是 跟我們來做合作 因為我們這邊 都只是學大舞 因為學校也沒有業界的負擔 是 雖然沒有業界那樣子的一個環境和競爭的方式 但是問題是 但是問題是學校真的沒有負擔 可以創新 對 那有非常多育成或者是說孵化器的這種設計 讓每個系的同學能夠創新創業 那也歡迎就是說業界跟我們合作 嘗試一些新的社區媒體 或是新的產業裡面的人才要一起來培訓 那我們也有做產學合作 有做一些這個計畫案 對 那我們這邊計畫案非常的多 那跟業界結合的 那也像我們這邊VTuber就有八個電視台來訪問過 對 要引起非常多的注意 那我在想說大家都很在乎這個社區媒體這一塊 那我想我們後面也希望說大家跟我們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培養小朋友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我們依依也有這個產學合作的一個專區在 沒錯 是就是要幫我們的企業跟學校來媒合 找到最好的人才 對 就像剛剛研發長講的嘛 有些企業甚至是覺得學生好用到不想還你們了 真的 所以現在如果說你們這個螢幕前是企業的話呢 你有需要影像的人才啦 需要設計一些虛擬人物啦 或者說是一些像我們剛剛使用的聲優的部分 或者說一些像這些有沒有表演藝術的部分都歡迎來找東南科大 對 他們有非常多你想得到你需要的人才這邊你都可以找得到 不只如此我們這邊還有餐飲 還有餐飲類的 旅館類的 然後也有汽車修護的 冷凍空調的 所以說非常多的領域 那我們學校也特別為這些領域的學生開創了一些怎麼樣 實作場域計畫 實作場域怎麼知道 就是讓同學自己經營一個餐廳 自己經營一個hotel 自己經營一個汽車廠 然後自己經營一個設計的工作室 然後可以去接案子 這是學校支持的 而且賺的錢就歸學生 所以那個東南科大把所有需要用到的人才全部都有了 是各方面的 一個都沒有漏掉 我們有18個系 什麼樣領域都有 18領域都有 18領域都有 18領域通通都有 好的今天就謝謝研發長 謝謝兩位主持人 介紹這麼詳盡的產學 然後讓我們真的是大開眼界 沒錯 最後就要來抽獎 有兩個名額 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個幸運觀眾是誰 恭喜 彭光光 林敬業 好恭喜兩位 恭喜兩位 所以我們10月份 今天是第一場的產學合作的一個企業最愛大學 然後下禮拜開始也會有更多陸陸續續的更多的大學科大 都會到我們彭淚來幫我們做一些介紹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鎖定收看 好的 今天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我們在雲端裡面 好的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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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